以爱为名,为他而战 由于年少轻狂的执念 我选择了创业这条道路 有个人一直陪我 使我一次一次地走出了谷底 谢谢,当初的你塑造了现在的我 未来还请多多指教 三位老师好,东哥好 您好,给我们做个自由介绍 我叫任肖猛 来自于山东济南 今年29周岁 那今天来是为谁 我今天来是为我的合伙儿而战 他现在一直支持着我 由于工作的原因的话 现在颈椎病真的很严重 基本上就是靠药物来支持 他才能工作 但是他从来没有 就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 放弃过一天 我想通过咱们的梦想基金 给他买一个紧波按摩机 那你们大伙儿做的是 什么样的创业项目呢 我们大伙儿做的生意 很接地气 就是摆个摊,打个油条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创业方向呢 因为我出生于农村 每次交学费 父母都要出去借钱 但是父母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学业 我当时是上的中药学 毕业的时候考上了我们当地的事业连制 但是工资真的很少很少的 就感觉我在学校里一两天挣的 就能挣我一个月的 所以说我就当时放弃了我的工作 选择了自己创业 那现在的这个油条摊啊 整个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是油条摊了 现在有了自己的店面 有了自己的品牌 我们这个月的话 已经有五六家加盟店 要马上要开业了 那这个过程中 想必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付出和坎坷 我们失败过很多次 我当时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 是走村串巷卖烧饼 感觉我们当地的烧饼 就是比任何的东西都好吃 去哪都能卖得很好 结果很快又失败了 我们又选择了第二次的创业 摆地摊卖豆腐脑 当时是跟我合伙一起干的了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当时他已经上大午了 他每天早上三点钟起床 跟我做好豆腐脑 五点钟跟我找摊位 找到摊位以后 卖到八点钟 我们收摊了 他才骑自行车来回 得有个十几公里 还得去上学 对 当时考察豆腐脑 是不是因为没经验做生意 没考虑到季节性 冬天基本上就不卖 所以说很快也失败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放弃了保研的机会 也放弃了在我们山东省 省立院工作的机会 过来陪我卖油条 真的特别感谢他的支持 不然的话 真的我当时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做了 这个很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